新电信网络今早发生故障 多名用户投诉无法上网 故障持续约两个小时后 服务已经恢复 根据网络状况监测站Dial Detector的数据 从早上6点21分左右起 陆续有用户反馈 新电信网络服务出现了故障 投诉量在8点多达到最高 新电信Facebook上也有多名用户留言 表示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无法上网 有人指出网络故障至少持续两个小时 新电信8点50分在Facebook回复用户留言 建议用户重启手机 或者是重新开关手机的飞行模式 新电信下午回复媒体的询问室表示 一些用户的移动数据服务 今早出现了间歇性中断的问题 经过工程师的抢修之后 服务已经在早上8点17分恢复 新电信也向受影响的用户表示歉意 进行中断的变化